我们接着来学一下 处理器的APIC架构以及 中段的分裂就是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一张图就是英特尔白皮书上的原图 APIC CPU架构 大家可以看到 假如我们现在是 MP环境就是多个处理器 那么他每个处理器都有一个local APIC local APIC 对应着 只有一个 Io APIC 或者我们看这张图会更加清晰一点 就是这里面只有两个CPU核心 然后呢 他每个CPU核心有一个local APIC 通过 CPU的 引脚 大家都知道各位 CPU引脚什么意思 就是 我一块CPU 他旁边凸出来那些就是长条条的那种东西用来连接线的 那些都叫引脚 CPU有两个引脚 一个是RNTR 一个是NMI 这两个引脚是用来接收外部的就是硬件中断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我的 就顾名思义啊 RNTR就是用来接收那些可屏蔽中断的 而NMI呢 就是用来接收那些不可屏蔽中断的 这个CPU 他连接了local APIC 什么呢 local APIC 一般来说 当然这个不绝对 你可以反着连 只要你反着映射就好了 因为这个毕竟我们为什么他说 叫做高级的可编程中断控制处理器呢 这个P就代表 Programming意思 就是说我们可编程 我们可以啊 让他自由的 来编一下 让他外部的设备那些RIQ 给他自动的就是映射成 你想要的那些 香料合影好 就我可以 可编程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一个设备啊 就是我这个打印机 我可以给他编程 让他对应到我们IDT表里的 对应的那个所影 这个是在哪儿完成的 是在我们这个RO APIC完成的 就是事实上啊 我们现在的中处理器中断框架是 APIC啊 它是有两个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我们的local APIC 一个是我们的RO APIC 而我们的local APIC啊 就是我们RO APIC啊 就是负责接受硬件 就是硬件 就是系统硬件以及IO设备 就是这些外部中断 然后他接受之后 收集设备发来的中断之后 我们在此处 在这个地方他就可以根据编程 来建立我们中断和项链号之间的关系 我们项链号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vector vector就是IDT表中的所影 建立关系之后 然后并把他们作为中断消息 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本地APIC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建立 就是外部中断和我们这个中断项链号之间的关系了 这个建立是我们需要硬件 这些硬件人员啊 他给你得给编程一下 就是因为他这个是可编程 所以你得让这个是硬件人员考虑式 就是你打印机对应几号中断项链 或者是说你屏幕键盘键 对应几号中断项链 这些都是 硬件考虑的硬件工 那个工作者他们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不深入 然后我们local APS 什么作用 他一方面是接收 我们这个 Io APS 他给他发的一些中断请求 然后除此之外呢 他还可以接受 IPI IPI什么意思 就是 处理间中断 就是我一个处理器 可以中断你 另一个处理器 给他发送一个信号 然后让local APS 接收 一看 这个不是外部中断 不是Io APS 传过来的 它是一个IPI 也就是处理器 间中断 每一个 本地的APS 都有一组 APS 基存器 没了知道 他有很多基存器 就跟我们那个 MRSR 基存器 有一组 然后那APS 就是我们本地APS 这个部件 他有两个引脚 我们刚才说 一个是L RNT0 一个是L RNT1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L RNT0 接入的是 CPU引脚 是RNTR 然后 RNT1 接入CPU引脚 是NMI 所以就说 你把 嗯 这个时候就是 从L RNT0 传入的 这些中断 就是给CPU中断 因为 接入这个引脚 所以就是 都是可屏蔽的 外部一些中断 然后NMI 传入的这些CPU中断 都是不可屏蔽的 接着 这里也说了 对 就是APSR 它这些基存器 也是可以内存映射的 就是说 我可以把这些 基存器的值 映射到你的这些 物理的层的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用 这些目的指令 读取和写入 当然 我们说 这个APSR 这些基存器 也可以通过 MRSR这些 索引 通过MRS 计算器 某些索引来 提供对APSR功能配置 就是Windows 它使用哪一种呢 它使用了后置 它并没有把APSR这些 计算器给映射到内存中 而是通过 读写MRSR 就是固定索引的方式 来对APSR进行控制 后面我们会介绍 APSR的一些 索引器 而不是 计算器 比如TR 还有什么 很多计算器 但是我们只介绍三种 好 我们就一样 刚才说了 这是我们在讲硬件中的 对吧 硬件中的就是 一方面是硬件产生的 要么就是Io设备 对吧 总的来说硬件 我们说它 分为就是 Maskball和 Normaskball 就是 这里看 这个引脚接受的 都是一些可以屏蔽的 而如果 就是 就是这个引脚 他接受的中断 就是不可评议的 这个就是硬件中断 我们已经讲完了 软件中断什么呢 软件中断 大家可以理解为 就指令产生的 我手动触发 这个对应的 IDT表 我直接 让他就是 来给他进入这个中断 处理程序 而处理 出发方法 就是 硬着 然后加一个 X X什么呢 X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中断 我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 远的软件产生 中断的一个目的 就比如我们 经常 用什么 用 3对吧 那个其实就是一种软件中断 好 这个我们就到这 下一个课给大家继续讲一下 异常言和异常的修复